7月7日起 不少搭乘地铁10号线出行的小伙伴惊喜地发现 以腾讯动漫旗下狐妖小红娘 一直忍下 我的逆天神器 幻界王 小鹿和小兰 天台玩偶等六大用漫IP为主题的列车 在北京地铁10号线现身 一个个熟悉的动画形象出现在列车之上 让人眼前一亮 并受到不同年龄阶层的失明欢迎与关注 许多腾讯动漫动画的粉丝 永远前来乘坐 拍照 这一轰动的画面不禁让人联想起前些日子 狐妖小红娘中的两大人气男神东方月初和王权富贵 相继出现 在北京地铁2号线的动感屏幕上 引发粉丝们纷纷前往雷官 并在微博上疯狂留言的情景 可见这部制霸各大榜单 人气口碑双丰收的动画的粉丝群体 是何等强大的身后 据悉 在狐妖小红娘列车出现在地铁10号线之后 马上就有很多粉丝前来蹲点 特意来乘坐这趟狐妖小红娘号列车 更有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乘坐 拍照 喜乐娘随即采访了几位乘客 大部分乘客看到列车第一眼的感觉都是萌 特别是车厢外观的打造 十分契合狐妖小红娘的经典场景和气氛 同时 萌萌哒的车身内容 也受到不少乘客的喜爱 喜乐娘采访到一位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 这位家长表示 我的儿子很开心乘坐这趟列车 因为他是这部动画的忠实粉丝 而我看着这么多有趣的画面和角色 也忍不住想要看一下这部动画了 除了粉丝之外 一些上班族和自由工作者 也选择被狐妖小红娘号 来找回一些已被遗忘的美好 好像子从上了大学之后就没再看动画了 出来工作更是忙着工作没时间看 所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看动画就在无言中 变成了鉴定一个人成熟还是幼稚的标准 但其实我们应该都清楚 看动画是我们儿时的美好记忆 都应该被忘记 被人民日报 新闻晨报 阳城晚报 青年周末 等权威媒体频频点赞 斩获四大奖项 登陆日本东莹MX电视台后 引发广泛关注 Legoligo最终化好评率近90% 原作漫画作用120亿人气 动画全网播放量突破40亿 密战首部破3亿的国产动画 作为腾讯动漫打造的超人气IP 胡瑶小红娘始终以令人瞩目的好成绩来回忆各方的喜爱 不久前 胡瑶小红娘南国片大结局播出 许多粉丝在评论 弹幕等处表示不想说再见 因此 面对这趟胡瑶小红娘号最猛列车 各位也好疯狂的姿势了吗